MATRO TOWN 新樓盤項目 大家好,我是溫哥華,今天是地產團隊的Michelle 今天帶大家來參觀MATRO TOWN的新樓盤項目Standard 我身後就是Standard的沙盤模型,總共有43層 由著名的開發商Anton 打造 Anton 已經有超過30年的本地開發經驗 在MATRO TOWN這個區域也經營了多年 眾所周知的一個樓盤是Stations Square 在一個Metropolis東漆的中心地段 Standard的地理位置就是 Mailington 街和Maywood 街的交界處 MATRO TOWN的天車站 約600至700米左右 避免了天車的噪音 在Mailington這條街也有公家車站 所以交通是十分便利的 在Standard這個樓盤 北面可以看山景 西面可以欣賞到 Central Pass中央公園的景觀 Anton 在MATRO TOWN區域 除了這棟43層的Standard之外 在Patterson天車站附近 都會有一個新的樓盤 叫做New Wall 在Kingsway 即以前Cactus餐廳的位置 有一棟新的高樓 就叫做MATRO King 所以我們可以見到 Anton 在MATRO TOWN區域 一個持續的法治 Standard 主要配套設施 在一樓到二樓 配有大堂經理 包括廚房區、冷凍區 二樓就有健身房 大廚房的休閒 會客廳、遊戲室、動向工作室、學習室 加上戶外花園和兒童遊樂區 總共室內和室外面積 有22000平方英尺 大樓不變 一棟6層樓高的木質在樓 繼續出租管理 我們知道 現在政府的要求 要求全部樓盤 都配有出租的比例 分開的好處 各自獨立管理 不用受干擾 從表倫敦大街 可以進來轉入美衛街 再轉到卡式街 就可以進入大廈的地下停車場 地下停車場 一共有四層 P1被房客和出租單位 剩下的P2、P3、P4被住客使用 全部單位都配有EV電充 從大廈二樓和三樓延伸出去 就是大樓配套的15度城市屋 每一套都帶有自己的小花園 示範單位還未做好 我們就先看看效果圖 這是大堂入口 這是休閒的回客室 剩下的就是室內的裝修效果 Standard樓盤有一層十戶單位 其中一房單位有五套 兩房單位有四套 三房單位有一套 如果需要詳細的資料和回應圖 就可以在留言中放下你的email地址 那我就會傳回資料給你們 Michelle 就來樓本現場逛一逛 我現在面前的就是Villeton的街面 對面就是Standard的工地 我們過馬路去看看吧 穿過Villeton前面就是Mailwood這條街面 兩條街交界的地方就是Standard這個新樓盤的工地了 現在我們飛到120米 相當於四十多層的高度 看看周邊的環境和景觀 先看看西邊 看到露露粗粗一大片 這裡就是Central Park中央公園的景觀 西漆的樓是比較舊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二十多層左右 所以二十多層以上 視野都很開闊 我們現在就轉去南邊 看到列治民的方向 看到它的農地 遠處就是太平洋的海綿 向東看這一漆的高樓很多 基本是這十多年的規劃 同步的方向看 可以看到連面的山景 因為近來山譜的緣故 看起來的天氣有點灰蒙蒙 平時看視野會清晰很多 我們現在降到四十米 大概是二十多層的高度 看看景觀 從Standard出發 就往北邊的方向走 大概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走到天車站的站口 其實Standard是很方便的 基本很多地方 用腳都可以走到的 去中央公園 就走路兩分鐘 去Metropolis這個商場 就走路大概在八分鐘到十分鐘 圖書館五分鐘 Bonsa的社區中生 十二分鐘左右 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給我留言 如果大家希望看到更多的 溫哥華地產資訊 歡迎點擊 訂閱和打開小鈴鐺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